网传 郑州园区约2万人确诊 根据一方官方的通报 郑州的封锁始于上周 当时位于该市中部中原区十几个街道的民众 都被告知带在家中 那里就在富士康工厂的西边 到周二 富士康内部流出的图片和视频 在社交媒体上疯传 引发了中国网民的愤怒 他们指责该公司隐瞒事实 淡化情况 而富士康 郑州的话题也一度上了微博的热搜 之前在网上疯传的视频显示 来自富士康郑州工厂的工人在向人们求助 他们需要医药和食物 但这些视频已经遭到了中共的审查 在持续发酵多天之后 今天中国的媒体终于给出了相关报道 说河南多地致信本地在郑州 富士康工作人员欢迎回家 河南的宇州市 长谷市 沁阳市 许昌市 卫都区和西华县等五地发布 致在富士康工作人员的公开信 表示做好了当地户籍员工返回家乡的准备 各地均表示返乡者需提前报备 落实点对点的服务和相应隔离措施 纵观所有报道 没有任何关于富士康园区病毒流行的情况 10月27日 富士康郑州港区工作人员说 有大量工人在浑采核酸检测结果出现异常的情况下 因核酸异常而等待采检的人群一眼望不到边 还有人爆料说 在恒大那边的隔离点发生了物资哄抢事件 把超市都给砸了 大家都在抢东西 因为没有吃的 没有物资 打砸之前主要是物业在管理 其中一些物资没有人管 因为隔离的工人一直等 等不到分发的物资 超市也不让开门 于是几百人就一起冲进了有物资的地方 冲进超市几乎就是打砸抢 闹得特别大 在新闻发酵几天之后 党媒却给出了一个黄恩浩荡 地方政府关心人命的通知 说各地政府欢迎富士康员工回家 但即使是这样 回家也不是那么容易 比如说长葛市提出需要在本地有固定住所 需提供三天的核酸阴性证明 和当天的抗原阴性证明 西华县的公开信息显示 将从30日开始组织专车 前往郑州富士康厂部开展接返服务 隔离期间的费用自理 在这些新闻出来之前 10月26日 富士康科技集团发布声明表示 网络流传的郑州园区 约有2万人确诊 为严重不实信息 富士康方面对第一财经的记者表示说 目前园区内的生产运营相对稳定 并且持续做好员工的安全防护措施 如果说真的情况没有那么严重 怎么会有那么多人需要回家呢 身体健康的人都放假了吗 10月27日 尼称为追悦属星 认证为贵州萤火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 百度账号发表题为 前调查记者揭露 郑州疫情遭遇威胁 去派出所自首的文章说 这两天一写郑州的疫情文章 收到了很多网友的留言 其中不法极端威胁 有的留言称说 他在煽动舆论是汉奸 还恐吓这是诸九族的罪名 需要他主动投案自首 争取宽大处理等 作者说 这些截图都是自己精选出来 放在留言区的 还有大部分没有放出来 追悦属星还说 他接到了一个自称是 某某权威部门负责人的电话 要求删除不实文章 他反问这位负责人说 是否对疫情的情况 做过调查核实 负责人没有给出正面的回答 而是强调 我现在通知你赶紧下架 追悦属星百度账号的作者 10月7日去郑州看望朋友 那时健康码突然变黄 被要求离开或居家隔离7天 在预感到不对劲之后 赶紧逃离郑州 此后追悦属星持续关注郑州的疫情 比如说关注到河南乳州16岁女孩 在隔离点因发烧抽搐而离世 乳州另一男子因核酸异常 被拉走隔离 并死在了隔离点 追悦属星还披露10月11日 网传消息 郑州将从12日起实施三天的静默管理 郑州官方当天就批谣说 这是假消息 可是12日 朋友下班回家途中 接到通知说 小区闭环管理 止禁不出 13日起 郑州大部分小区都开始闭环管理 整个城市基本进入静默状态 对于苹果和正在生产新款iPhone的富士康而言 此次疫情来的不是时候 富士康表示生产运营都相对稳定 10月至12月的三个月产量将不会受到影响 每年这个时间段都是iPhone制造的关键时期 证券分析师郭明奇表示 郑州是苹果iPhone生产的重地 约占苹果全球供应量的一半 如果继续封城 会不会哪一天会封到苹果的其他生产线呢 苹果已经将新一代的部分iPhone转移至印度生产 因为该公司越发认识到将生产集中在中国的风险越来越大 最近 郑州市政府也表示 在全市12个区当中 有好几个区都受到了某种形式的限制 这些限制是在上周中共二十大召开的背景下实施的 这场大会将习近平的统治延长至第三个任期 在习近平的指挥之下 中国坚持疫情采取清零方针 大规模检测 严厉封锁和隔离 尽管金融市场已经发出对中国经济放缓 感到不安的信号 但是地方政府仍然严格按照习近平的策略行事 在二十大开幕致死当中 习近平也重申了他对中国防疫政策的坚持 将抗击新冠病毒描述为一场总体战 最近几周 其他多个城市也都在与疫情作斗争 包括病毒首发地 武汉市 还有甘肃省的兰州市 西北的青海省西宁市